今天看着心情很好 哈哈 知道为什么吗 我给你们说说吧 我给你们唠唠 本来其实 昨天晚上呢 咱们就是开完 开完葱绿国国会之后呢 我的心情还是属于比较沉重的 因为你们也知道 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思考 我这个人比较爱思考 所以说跟大家聊完之后呢 我还是下播了 心情还是比较沉重 然后直到今天早上回成都的时候 就是还是有一种 属于那种比较郁郁寡欢的一种状态 但是今天我一回家 那个我的SK2 还有我的赫莲娜 就摆在了桌上 我看到了那个之后 心情就好了 然后又加上我又睡了一觉 睡饱 睡饱了 然后一起来吃顿饭 睡饱吃足 还看到了两个礼物 摆在那 然后心情就好了一点 然后心情就好了 就觉得一样 都不是什么事 都不是啥事 都不是什么事 然后还有他今天 还有他今天就是出门的时候 他回学校的时候 我俩在那个门口 男舍男分 亲了两分钟 他才走的 男舍男分 亲了两分钟 他才走的 就是 明天卖完货之后 我后天想回家几天 我想回家几天 我要回到我妈妈的身边 我想回去当我几天 妈保男 我想回家当几天 妈保男 然后顺便带我奶 跟我妈去做个体检 做一个女性的 什么什么体检 我妈跟我奶 活了这么久了 没做个体检 我身边带他们回去 提一个检 然后我想回去 在我妈身边待几天 我想回去做小孩 我感觉就是 我最近有一点点 很容易不太 不安 不安 或者那种 就是那种 那种情绪吧 我想去我妈身上 找点安全感 我想回去当天 当个 当几天小孩去 对 我后天 我明天慢用后 我后天回老家 回去当我妈保男了 我回去 想回去当小孩 在爸妈身边 才可以做 才可以做小孩 我想回去 先压压 先带逃的忘 别有用心的 你别在这混水摸鱼 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刚刚看到了一条 说我 说我的号 只能打到什么 第三这样子 我打到第一的时候 也有过 你不用说这样的话 大家都是 就是 真心喜欢我们两个的 我也都知道 或者说你别有用心的 我也都清楚 我也都清楚 但是我是觉得 我没必要花太多心思 在你 在那些人身上上面 大家看直播 图个开心就行了 图一个开心就行了 你要是说 你看着直播 你不开心 你要想那么多心思 要坏 坏这个事 坏那个事的 你就不要看了 我是个成年人了 我有自己的判断 好吧 我调整我的心情 也是因为我觉得 我最近的判断 我想去调整心情 说我就判断 我要回去调整心情 我判断我要自己好工作 我要好工作 我判断 我 我判断 也不是判断 我感觉我跟刘冲 谈得特别的高兴 特别特别 每天都很幸福 那都是我自己的事 没我老公帅 没有我老公帅 跟我老公肯定是 就是说不是能相比的 我老公在我这里 在我的世界里是最帅的 我是说你们 你们不是说 你们没必要觉得我老公 我老公确实挺帅 但是你们没必要说 他比所有人都帅 好吧 我觉得他比所有人都帅就行了 你不用觉得 这是我的权利 你不行 用最软的方式 唇高最高的猎我 啥意思啊 今天流出媒播 面面你都 你来教我如何拿捏男人 面面你看起来很不简单 很想听听你的故事 你听着像那种夜店扎你 以罪用就那种 拿着红酒杯那种 男人嘛 都是猎物 你只要嘴巴上说着 多爱他多爱他就行了 但是行动上都不用任何表示 用你最软的方式 你就可以做成为最高端的脸 哈哈 男人都有画面了 他是属于 我怎么形容呢 他只有就是喝酒的时候 喝酒会有这一幕 其他时候基本上是不会出现的 还有就是要不就是很久不见我 就比如说五六天不见 第一天见的时候也会 但是 平常日常箱子中是不会强制我打王者的 我们都是 都是这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来一把 没有说强制必须给我玩一把 我们只有五六天没玩王者的时候 他会强制跟我来一次 要不就是 喝醉了 太想王者了 有强制一般是不会的 给他打电话 我那个小天才手表 今天一回来就睡觉 没没没没那个 没充电 没充电 然后刘聪好像把另外一个充电器 把那个充电器带走了 哦 哦 但是他那天走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 说到这里不得不夸他一下 他那天 就是我们俩本来这个两个i-watch 都各自有充电器 但是我的这一根 一买到那根就坏了 然后刘聪他因为回学校了以后 他就带了一根走 然后呢 他带了一根走 他带了一根走 我这根是坏的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这根坏了 然后没想到他自己在学校的时候 就给我点了一个好的 点了一根好的 然后又马上要去杭州了 他给我点了一根好的 然后那根那根好的 我都带去杭州了 但是我都一直忘记用了 这一点很好 这一点当时我就随口说了一句 我说 我说我的这根好像坏了 然后下午的时候 他就给我买了一根新的来 因为他他自己 他他他跟我 他当时跟我说 他说 他说没事我给你买一根 然后我以为他会忘记 然后下午的时候 他就没准买了 因为然后下午就好 我要去杭州了 其实这些细枝末节的事 说起来还是不少的 这些细枝末节的事 细枝末节的事 还是说起来挺多 就讲起来就是 刘聪对我的细节还是挺 还是挺多的 然后你看今天也是一回家 就是服务品 也确实是摆在桌上了 服务品也是摆在桌上 就是 挺好的 你现在光脚穿你对象的鞋 你站在那里大喊三声 我想我老公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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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光脚穿啊 光脚穿他的鞋 嗯 你说我想我想我老公 哈哈哈我的天啊 天天磚磕到了 现在了 嗯 他变态了 这个这俩直男真的变态 是惹心的变态 没事我不容易赢吧 妈 那不容易罚你们一次 那好 你们两个直男好low啊 太low了 好臭啊 他的鞋 光脚穿啊 别让他得逞 我没让你闻啊 不许闻 不许闻 得逞了 哈哈哈哈没没没骗人哈 四十三码的是他的嗯 我想我老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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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你这样子 你这样你穿的 他说你这样站的 你说我想我老公了 我想我老公了 我想我老公了 你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我打了8万票 不得就是说 疯死了这两个直男 怎么直男得想出这么恶心的城堡 我知道 这么两个脑子在干什么 老门已经完毕年轻了 真的 我想我老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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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老公了 都不许门 感谢观看